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美好的季节 每天我们都相聚在这里 跟各位一起迎接春夏秋冬 我是小芳 今天又来秀娱乐了 欢迎关注我的节目 3月12号 内地的时尚杂志Vogue 官方账号发布了四月刊的封面 这一次的主人公是汤伟 但这一次好像被群嘲了 有人吐槽 又好又不好 这个又土又花哨的造型 感觉有点浪费了汤伟的美貌 而这一次大问题出现在发型上 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 把一头长发剪短了 这个而且是很短的头发 暴露出汤伟的整个的那个脸型 脸型倒是挺好的 但是那个像狗啃一样的刘海 真的有点乱 有人戏称 好像蒋文利和斗靖童的合体 有可能这是一种时尚团队的造型吧 另外有网友晒出最近电影 降原弄的杀青宴席的现场视频 张子怡在台上落泪感慨 说感谢导演陈可欣 感谢你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我相信对我来说 这是人生路程一个新的起点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感慨 去年的十月 张子怡和歌手汪峰 宣布结束八年的婚姻关系 而离婚之后的张子怡 就禁组到了降原弄 该片是改编自民国四大前之一的 降原弄杀夫案 张子怡是女主角 而现场导演陈可欣透露说 张子怡一直都是降原弄的唯一选择 张子怡也说 当时两人谈合作决定的时候 还没有声醒醒 弟弟 那张子怡是在2020年的 1月1号二胎生子 也就是说早在四年前 张子怡就已经说好了 要拍摄降原弄了 哇 时隔多年 这个降原弄终于杀青了 而张子怡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变 孩子生了 但是他和汪峰已经离婚了 现在儿子都已经四岁了 而这边夫唱夫随的就是郭富城 他在澳门的梦幻舞林演唱会 开场热热闹闹 老婆方远是带着全家人一起到现场 助阵老公的演唱会 台上已经58岁的郭天王卖力的唱啊跳啊 体力丝毫不输给年轻人 而台下自己的两个小可爱 两个女儿在高台上面 不停地挥舞着手里的荧光棒 好像在跟爸爸打招呼 而Selena又来晒儿子的近照了 腰果小宝贝也长大了 Selena发文说 我是如此的爱你 你越坐越稳了 是我舍不得放开双手 腰果满六个月 也快十公斤了 再次谢谢你来当我的小孩 哇 生了孩子 心里都会有满满的感触哦 而这边有消息报道称 宇承沁和他的前妻 伊能静所生的儿子 就是那个哈利 霍江出道 宇承沁表示会尊重儿子的意愿 说他做得开心 玩得愉快就OK 如果他出道 我希望我会忍住 不给他资源 不过恐怕还是会忍不住 毕竟有这么一个大腕儿的老爸 而就在3月9号和10号 JJ林俊杰 在成都市的东安湖体育馆 是连唱两晚 将近有8万的歌迷 共赴JJ20之约 结果呢 四川成都的一位歌迷 苏先生就反映 他去参加了这个JJ20 世界巡回演唱会 成都站 结果说 组织方特别混乱 上千名歌迷被堵在检票口 然后跟着人流绕啊绕 绕了一圈又一圈中间 问保安志愿者 有人说往这边走 有人就不知道怎么走 就乱指 绕了二三十分钟 然后又回到了原点 他是花了980块买的票 结果就是很多人跟他一样 没有办法及时入场 延误了15分钟 好像是第三首歌的时候 他才进到场内 然后还有不少网友反馈 后来现场下起雨来 但是主办方也没有 及时的发放雨衣 导致现场不少人都被淋湿了 而在演唱会的最后 林俊杰的致谢环节 不少歌迷大喊 主办方倒闭 不满这个安排 跟歌手其实没什么关系 Now it's a show time 这里依然是娱乐秀 最近热闹的娱乐圈 又掀起了一场波澜 这位rapper 演艺歌手满舒克 他的私生活被一位神秘网友 曝光的体无完肤 据传闻是 满舒克不仅烂交成性 还将HPV传染给了不少不知情的伴侣 哇真的是震惊了众多粉丝 这是在3月2号的时候 一位自称是满舒克前女友的网友 发文指责满舒克私生活混乱 说自己就是被他传染了高危 HPV病毒 而且这位女性非常详细的描述了和 满舒克的感情经历 也表达对他行为的愤怒和失望 而且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他并非孤立 之后就有更多的其他女性受害者 纷纷都站出来发帖 说我也有过 他也跟我谈过 怎么样 那今天最新消息就是 3月12号歌手满舒克的工作室 发布了声明 否认染上HPV 以及恶意传染性病等指控 并且还晒出了检测的结果 去了三家这个检测机构 都是没有测出HPV病毒 那在这个长文当中 他陈述了几点 就是说 从来没有说过 病情是由他所导致 并且表示 对方去年8月就检测出HPV 而再到了今年1月份才告知他 在此之前他也不知道 其次呢 满舒克梳理了和对方的一些交流的时间线 说两人其实很少见面 实际上我们并不了解对方 从始至终都没有正式确立男女朋友的关系 另外最后满舒克也表示 事件已经发酵至此 已经对家人朋友同行造成了无差别的伤害 他说 我知道我今天的回应 不一定能改变已经产生的恶劣影响 但是关于此事件的事实就是如此 我也为我说的话负责任 这个话的解释好像有点牵强 感觉背后应该不是那么简单 满舒克原名满智宇是1990年出生在云南 也是中国内地的唱作音乐人 这件事情的真相恐怕要等官方进一步的调查了 如果曝光是属实的话 那满舒克的歌唱事业恐怕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接下来show time时间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歌曲吧 这首之前我还一直蛮喜欢的满舒克带来的 做我的猫 做我的猫 想把你留在坏里甩 做我的猫 喜欢你的可爱买乖 做我的猫 无意间让时间放慢 就 做我的猫 享受 没分没秒 恨不得给你所有温柔 做我的猫 就像用云彩做个枕头 做我的猫 你看你柔软柔软圈头 做我的猫 想跟你缠绵缠绵决 做我的猫 想跟你漫游在温馨的定格里 和你懒得很彻底 我想我的渴望很合理 哪怕有时多不大力 你眼神透露着生命 好像对着我说春雨 我却静不小心分析 只想靠近你去问你 当你闪躲闪躲暗处看我 你肯定知道我的痴迷是对你的弹错 我请你买落在家里battle I do what you want 我要填满你的寂寞 别让我找到你 这个世界里可没有另外一个你 就算保持距离也很甜蜜 指引你才有这权利 做我的猫 想把你留在怀里帅 做我的猫 喜欢你的可爱买乖 做我的猫 无意间让时间放慢 就做我的猫 享受每分每秒 恨不得给你所有温柔 做我的猫 就像用云彩做个镜头 做我的猫 你看你柔软柔软拳头 做我的猫 想跟你缠绵缠绵抖 做我的猫 看你弹水的模样听你的呼吸 爱你的习惯我仿佛的温习 为了照顾你我不停地努力 因为你多半无限分明 只想被你的人心淹没 我的世界除了你没人我想联络 但怕是流言蜚语让这一路有些颠簸 我不相信命运也不依赖星座 我要把占你的全部 你的身体你的肌腹 宠爱你是我的天赋 让全世界为之陷没 你才是我唯一猎物 这欲望永不会结束 肯定是上天的圈骨 Let you be my cat 让我们形影不离 就如脚似漆 再把爱因累积 做我唯一就不用质疑 停留在我心里 我来做你的依靠 让你任何时候需要 爱你不需要做预告 只想让你做我的猫 像个泥漫游走温馨的定格里 和你懒得很彻底 我想我的渴望很合理 哪怕有什么不大力 你眼神后都只是迷 好想对着我说出狱 我却进不下心分析 只想靠近你去问你 做我的猫 想把你留在怀里帅 做我的猫 喜欢你的可爱买乖 做我的猫 无意间让时间放慢 就做我的猫 享受没分没秒 恨不得给你所有温柔 做我的猫 做我的猫 就像永远才做个枕头 做我的猫 你看你柔软柔软圈头 做我的猫 想跟你搽面搽面圈头 做我的猫 八卦天天有 娱乐天天秀 圈里的事情倒不完 圈外的人们听不够 欢迎收听 娱乐秀 嗨 各位 正在锁定的 依然是 AM1450 美国中文电台 我的节目仍然在继续 我是小芳 这里是娱乐秀 我们来关注到 内地一件大事 就是2024 香港国际影视展 正式开幕 在期间 阿里大文娱 发布了 港益振兴计划 未来的五年 将联合香港 多家影视公司 在香港的聚集 电影演出 和青年人才培养 四大领域 投入不低于 50亿港元 发布会的现场 还释放出了 港益振兴计划的 聚集片单 比如说 将以原班人马 所打造 新闻女王2 就是去年打火的 那个聚集的续集 同时 由该创作团队 打造的黑色月光 也正在拍摄当中 经典的IP 法政先锋6的 铁三角 黄宗泽 袁伟豪 蔡杰 将回归 陈豪 马国民 黄宗泽 萱萱 主演的 执法者们 正在香港火热的 拍摄当中 还有 家族荣耀 这个系列 也将继续打造 续集 摄氏漫 和林峰 时隔多年 会再合作 讲述 大时代 博弈 故事的 西津游戏 还有 以继承之争 为背景的 风华 背后 讲述 80年代 香港商界 传奇故事的 黄金时代 等等 都在 推进当中 另外还有 黑王 祖基 无据 等一些 新港剧 蓄势待发 港一振兴计划的 新港片 片单随后也发布 其中有 谷天乐 彭于燕 林峰 萱萱 主演的 首确者 曝光了最新的预告 还有 黄子华 许冠文 主演的 破地狱 发布了一个剧照 民国体材的新片 等待黎明 宣布由张默 导演来指导 还有一部 悬疑推理的 题材新片 冒名顶替 王金将打造 新版的 《笑傲江湖》 许成毅 继《怪物史瑞克 珠妖记》系列之后 将再拍一部 动画新片 还有刘德华和白宇 会首度合作 一部超级大片 不过没有 正式的公布片名 丰富的片单储备 极具成毅的资源投入 也展示了 共创港片 新辉煌的 信心和决心 做事情 有信心 有决心 那当然是很好的 但是结果 未必能够如人所愿 这个市场 还是挺难琢磨的 以下 Music Show 我们来看看 音乐圈方面的消息 一些音乐人的最新情况 王源 治愈系的旅行Vlog 看我们如何相遇 第一期已经上线 带领观众感受 他在冬日新疆的 奇妙旅途 在被自然风光震撼的同时 王源也在雪地里 彻底打开了自己 尽情地拥抱自然风景 壮丽的新疆风光 快乐的雪中玩闹 也让大家可以感受到 他这份简单而纯粹的美好 不知道是不是到那去采风 会有新的录音专辑出来 春天到处都是花香 到处充满幻想 人们还是像从前一样 你我又见面 这个春天 五条人2024 时代恋曲的全国巡演 也正式启程了 接下来五条人将继续 他们的音乐之旅 一路经古都到江南 过平原 然后再回到沿海城市 还有凤凰传奇组合的歌手 林花也发文表示 凤凰传奇吉祥如意 2024巡回演唱会也定档了 首站就是4月20号在济南 而前部剧 我也介绍了台湾歌手 叮当出了最新专辑 日与夜跟自己说晚安 更多的歌曲都释放出来了 最轻的伤痕这首歌 在细腻优美的弦乐编曲下 展现的是爱情里的自我挣扎 唱出了感情中的不可承受之情 歌曲《与光同行》是一首充满生命力的温暖之作 让听者驰骋在山岭公路之上 前行时能够听到阳光洒落的声音 即刻聆听 学会自我疗愈 寻找自己的日与夜 今天的music show最后时间要推荐的 是叮当专辑里的一首 《还是猜不透的人》 是和台湾的米先生组合当中的主唱 盛浩一起合唱的 两人的声线交错在一起 仿佛是爱情中迷失方向 猜不透对方的男男女女 猜不透你就不要猜 大声地说出来吧 你要做什么 你在想什么 交换彼此的真心 这样不是很好吗 我是小方 这里是娱乐秀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相会吧 See you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是猜不透的人 还是不敢听的歌 一个人多不可能 不可能有多完整 我睡醒了 我出门了 吃饱了 看到假了 准备睡了 哪里呢 原来爱情要自言自语 比较动人 也比较快乐 等我 慢慢学会用琐碎的诗填满生活 慢慢懂得用自己的手手使寂寞 很笨 我 慢慢发现你已经走了好久 好远 好快 好多 等我 等我都能说好了之后 有没有人等我 都说好的都越好的知道了 难写记得都不记得当我呢 原来爱情要自言自语 原来爱情要自言自语 比较动人 也比较快乐 也比较快乐 等我 等我 慢慢发现你已经走了好久 好远 好快 好痛 等我到你说好了之后 有没有人等我 又没有人等我 又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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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慢慢放开自己放开那双手 烦恼就算在中 等我开始能期待之后 有个人在等我 感谢观看